大家好 这期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现在疫情 对跨运电商的到底有没有影响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国内现在先阶段的疫情 先介绍湖北省内 应该说除了京东顺丰和EMS可以正常基建之外 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是不怎么受影响的 因为现在湖北省内 大家主要还是靠EMS和顺丰 顺丰到不了底下的乡镇 但是可以到武汉 京东现在也慢慢的恢复了 就是乡村里面的一些派遣 省外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的快递都是可以走的 然后聊一下国外的先阶段的疫情 国外确诊的人数已经很多了 虽然说对现在的物流时效 官方给到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从今天虾皮给大家的通知是 马来西亚已经开始有时效延误了 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封城了 至少这个月底和到4月中旬都应该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放松的状态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如果你通过平台去国际键 可能在实销上面可能在实销上面会有很长时间的延后 大家店铺最好是在下单之前和客户说清楚 有可能甚至收不到件 如果说你发到中途了 然后别个国家已经封城了 就是全国都封了 那基本上客户是收不到件的 所以这点一定要说清楚 防止客户取消订单之后 然后你订单退不回来 然后你的成本也损失掉了 我们看一下虾皮战点的几个国家的一些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台湾 台湾现在确诊的是其实起立 也不算多 如果控制的好的话 应该是不会受太大影响了 因为现在大陆基本上这个异性已经控制 已经控制住了 但是国外的话可能情况会 现阶段情况会比国内的严重一点 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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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快700厘了 后续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 一个成直线性增长的一个状态 再来看一下越南越南有60多厘 他这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一点 就是流动性不是那么大 所以他这个异性受影响是比较有限制的 再看一下菲律宾 再看一下菲律宾 菲律宾现在有快接近200厘 今天来说肯定是没有像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法国 美国 那边那么严重的 但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这个事态 持续发展 对我们做这个跨离电商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虽然说频道会 出一些相关的政策 但是也不会有实质性上面的改变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嗯留意一下最近的一些封城封边境的状态 以免经济上有什么损失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